Hello 各位歡迎收看鹹輝的頻道 很久沒說過食物了 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食物 吃什麼呢? 看風格就知道 日本食物 這間店之前都提過 在陸雲那條店 大概說過幾間廣州早期的日本拉麵店 這間是其中之一 剛好今年是十週年 剛好又看到這間的裝修 比較適合嘴型 所以就試了一下 你們一看到 裝修 確實多或少 有幾分日式奶麵店的風格 在今時今日的廣州 其實是挺難得一見 之前那幾年吃幾多 到家就少了很多 這間店應該叫它這個品牌 真的看著它第一間店 開到家下 不經過十年 同時的店基本上都收拾 真是唏噓 這間店創了很多廣州日式拉麵店的鮮 首先在六張桌上有些調料 一大堆 我記得在那個年代只有它 現在很多都是 還有裝修風格 挺日式的 而且這間店的價錢是很平民化的 如果你們要試一下 就知道怎樣做 牆上有說你們 如何更加平民化 還有在腳底 有一個洞給你放袋 因為如果你不放袋 其實在下面那裡 很麻煩 後面那裡是很窄的 因為那間店很小 這堆就是這次的品牌 要多了一份小麵 也不用錢 通常我會叫他把小麵放進去 這次為了拍 就分開了相片 讓大家看看那堆小麵 壓我那堆 還有這堆東西 這麼多年 都有升到價 雖然沒有太過分 但是 份量也少了不少 特別是章魚仔 只剩下半大小 幸好味道還不錯 而且 你去吃東西 吃到差不多 多數都是吃銀行 這間店的環境 我覺得還不算不錯 對了 其實這堆東西 正常來說 才是七十多元 但找數是五十多 因為有優惠券 所以你說它是否很平民化 所以你說它是否很平民化 這裡就是二樓 但感覺一樓會好些 二樓就有點焗促 裝修 也沒有一樓不好 有很多 十年的餐飲 其實已經可以叫老店了 還要在廣州 不是在粵賽店 你說難得 所以如果你們來廣州玩 不服試一試這間店 它有幾間分店 裝修基本上每一間的風格都不一樣 還要沒有記錯 它每一間店都有特色的東西 特地間店沒有的 但出品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挺有心思的 可以去試一下 反正真的很平民化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下次再見 拜拜